这里是巩义北宋皇陵 永熙陵 是北宋的第二位皇帝 赵匡义的弟弟 赵光义的陵墓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前面这个广场 就是赵光义的神道 神道两边是石像生 不让拍照是吧 刚才文馆站的人 直接出来说不让拍照 我就走到了最后面 简单录一下 这个就是赵光义的灵台 这前面的两个是以前的工人 也就是说白的就是太监 我们走到它灵台那看一下 一会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 咱们再回头看一下 这没有用心弹手持的 所以说可能有点晃 这个就是它的墓碑 后面是墓主 下面是地宫 但是地宫已经被盗了 走到这个位置了 回望前面是墓主 墓主前面有两个工人 这也有两个工人 而紧接着是镇领将军 镇领将军是两个 这个也是个镇领将军 一个镇领将军拿的是斧子 一个镇领将军拿的是剑 在中间有两个台阶状的东西 它们是上马石 再往前啊 不是往后 因为神道这是 这是终点 往前说才是起点 是有两个狮子 这是守灵师 这是南门的守灵师 东南西北都有的 那几个没有找到 再往后就是 一次是文官两对 武官两对 那个后面是藩石 献宝三对 在后面有两对那个狮羊 两对狮虎 两组控马关 加马 再往前面是乳端一对 锐琴一对 那个狮子和训尸人一对 再往前面是望柱 这个石像生保存是非常完好的 而且形质非常高 建的比较高大 也是最精美的 因为前面是文官站 不方便过去 就到此结束了